大家午安 午安 時間開始寄了 那麼很開心 因為其實同一片的內容差不多 我覺得大家可能買一本書 讓他講的差不多 但是我很感動是有這樣子 昨天我學到一個詞 叫橫向連結的互動經驗 這其實很謝謝一開始 Wade的分享 然後來到了玉民 然後再到那個 Andana Vending 那我覺得我想要延續他們的一些 就是讓我有透明的點 然後再串插到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些 質疑上的一些發展 然後希望能夠帶大家一些想法 那首先我想要先跟各位說 我每一天都會幫自己唸 一遍兩遍的一段話 就是我要幫助認真潛力的人 找到快樂與踏實 然後接下來會跟大家聊一下說 關於我的部分 就是會用幾張頭影片 然後最後跟大家學一些小祕訣 可是小祕訣 我想要echo到 最初的Wade有提到 以中為始 但是你 他說裝不見得要花長時間的規劃 你不見得要長期規劃 可是你要馬上要去行動 那到就是 玉民的時候 我覺得很喜歡他說 你越疊得痛 疊得越痛 才越不怕痛 對然後那到剛剛就是 Wendy的一些分享 我也很有感觸 就是在於轉念這一塊 他說到他心裡不平衡 但是到後來他的那位就是 資深的人資長嗎 人資婦 人資婦裡 然後怎樣帶領他去感受到 就是可以看到另外一面 對那這些tips 等一下會跟大家做一些 echo 那這是一場我去聽的演講 然後花了五千塊 對 那其實我是想跟大家說 之前在 就是在網路上有人攻擊 就是單身儀的某一篇文章 然後他可能就是寫說 年輕人不要存錢 你應該投資在自己的腦袋 那我很感謝我早期 初期在工作人生的一個道路上 因為我人生重要的mentor 他跟我說 你要把你三分之一的薪水 就是投資在參加研討會上面 那那位他叫玉芝蘭 同時也是遠傳為名的護手 大家可以上去google他 是我的人生重要的導師 他也教我在一場會議中 你永遠要第一個舉手 所以剛才Wendy在講話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覺 我等一下會有張投影片跟大家分享 在每一場會議中 你都要求自己要舉手 所以今天來到這邊 大家會覺得說 如果你已經要求自己 等一下有QA的話 你就是第一個舉手的人 會有什麼樣子的狀況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台大創創學生講課 我在學校裡面有個遊戲規則 對 那上課的時候 有制定遊戲規則 然後大家行為就會改變 台灣的小孩子有什麼狀況呢 就是我們不喜歡問題 然後有沒有問題很安靜 對那我想要改變這個現況 那我就制定了我的遊戲規則 我說上我的課 很好 沒有關係 那個 等一下結束後 每個人要發表一個心得感想 一個點就好 一句話 每一個人都要發表 再來 每一個人都發表喔 再來第二個發表的人 不可以跟第一個人重複 接下來上課情況是什麼呢 大家都很認真 對 因為他想要第一個舉手 先講完就沒事了 對那接著就是 那這是另外一塊後話 是我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 我在Morgan Stanley的一個 banking的實習 我老闆鍛練我 如何寫筆記的一個習慣 好那我只是想說 欸一張票五千塊 但是他到底會 會為你帶來人生的什麼樣的影響 很難說當下我怎麼樣 只是純粹我一個好朋友說 欸 Cotler大師 來到了台灣 他上一次來台灣是八年前 那下一次 看你今天七十八歲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再拿 我說五千塊我買 就是 去看看他 反正是行銷水大師 那能 看到他本尊 我其實當下只想說 他的書是他自己親自寫的 因為學校老師很多話的名 你一聽他講話 就知道這個實驗 他到底有沒有參與 還是他只是拿著別人的東西 他站上台我嚇到了 因為他講了很多例子 是我相信他一定參與在其中 那為什麼我會去 Jumpstar這個program 是我知道 學校老師 當我感受到學校老師 不叫MBMB 不叫Uber 那他教嗎 你要教什麼呢 而且從他嘴巴講出來的MBMB 就講說 老師你自己都沒住過MBM 或者是他對Uber還是Uber 還是到底幹什麼發音 然後 就是這樣的過程中 看到社會現象 你覺得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我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我很喜歡 為了說 對你不要少太多 你就去執行他 就去做他 可是他沒有努力大家收學喔 好 那這邊就講一個影片 這樣子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開始投資你的腦袋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口袋什麼時候會改變 我們不急 因為在前往成功的道路上 看起來都像Lusion 但我們不是還沒 就是並不是成功不成功 我們只是在前往成功的路上 再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是 這篇文章的標題呢 本來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本來 不是本來 就是我對於商周的一些報導 過去啦 他只要報導到我認識的人 然後去check一下 對就是 常常覺得怎麼會寫成這樣 後來自己被報導的時候 覺得 完了 我同學一定是很多人反應是 他本來是要問我說 到底我對於教育這一塊 然後想要給年輕人什麼建議 那我那種時候說 要有幽默感跟要有運動 所以今天很多人提到運動 我覺得很棒 你們已經在前往成功的道路上了 那 再來 就是大家要勇敢發握的這一塊 是我想要給就是年輕人的一些鼓勵 你們要對哪裡 對 那這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數位時代對我 現在就是教年輕人創業這一塊 那其實 那其實 帶到接下來跟大家說的 小時候我一起 就是打開圈道 然後 95年我是 就是國家代表隊 那 我必須說 我非常非常尊敬運動員 因為 如果你說 頭腦簡單四七八嘎 他們真的太累了 我們從早上要跑山 中午要看世界杯比賽 下午 那樣的一個鍛鍊過程 當我去念書的時候 覺得 怎麼這麼輕鬆啊 你考第二名 就是媽媽還說加油喔 但是你知道我們 如果你打第二名是什麼 我就不是代表隊 你只能期待 你是候補 然後第一名的受傷 你才可以出散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 疊得越痛越不怕痛 就是我們以前 鍛鍊才是太累了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 雙組修資管 然後每個學期都是35學分 30到35學分 我從前是 台學道校隊隊長 然後也是電子院學生代表 那 我沒有鼓勵 修學 是因為我覺得 你可以把人生 就是時間排得超滿 你還可以把學分修完 然後 你還是可以創業 對 但是 如果你有一個calling 就是你真的要去創 然後 必須要暫緩一些什麼 然後我很喜歡 為了剛剛提到 就是 如果講 Steve Jobs 說這是你的last day 你不用把他就是想的這麼嚴重 可是 我兩年前 一年半前 也是面對了一個 我八月份就有一個 180萬的獎金 要不要拿 vs我 要不要去矽谷 就是我個人的一個假期 那時候我就對著我公司的老闆說 我不要這180萬的獎金 因為 去矽谷了解整個狀況的發展 對我人生而言更重要 我現在在推動智慧工廠 然後 for 未來半年 幫助你研華推動 我覺得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但是我需要去細谷了解 所以其實每一次 你人生都有你的選擇 跟 是否是最後一天在生活 然後每天問自己這樣的問題 那我也希望帶你學弟妹妹 這樣子的一個信念 那接著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一些工作上的狀況 就是希望可以帶你大家做一些思考 那這個就是快點帶過了 那我覺得在那個時期是交朋友 然後接觸到了很多的一個產業 那但是金融喊笑 帶我去理解 到底一群認真年輕的人在香港 我當時覺得 哇 回到了香港 好像是來到一個不得了的環境 一開始覺得尾巴翹起來 然後朋友都覺得 你找到一個很棒的工作 可是當金融喊笑發生的時候 我才發現 那不管你是Warton、MIT 被Nail或被裁員就是被裁員 那當環境的變化 可是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時候我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那後來到了Movin Stanley的時候 然後輾轉的 雖然進入金融業 不是COVER科技銀票 對 那所謂疊得越痛 雖然沒有痛 可是我那時候的工作時數 大概工作到凌晨三點 那我五點都要進公司了 對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下 我一直都覺得 我不是太需要睡眠的人 但是在這樣的工作情況下 後來我在公司滾倒 以及耳鳴很嚴重 那這一次 這一段的省思帶給我的是 哇 年輕的時候 你可以胖到一百公斤 再瘦回來七十幾公斤 但是在二六、二八之後發現 哇 原來身體那根蜜 就是已經不能這樣子濫用了 好 那那個時候是一個健康的思考 所以從剛剛前面是大環境的一個變化 然後到Movin Stanley這一段是 原來身體在濫用這麼久的情況下 我以前是濫用了我運動員的身體 對 就是從小鍛煉的好身體 好身體在這邊應該是濫用我一段時間 然後那到耳鳴醫生說 你再這樣下去會失去聽力 然後才思考說龍子可以做什麼 然後原來爸媽把我養到台大電機 然後去香港工作 那我還沒有好好孝順他們 就要變成一個龍子 對 然後那對於未來的一些規劃 那又重新的有一些喜思 好 所以當時曾經思考說 要像我的老闆一樣做到年薪三千萬 但是這個數字要放在心中的 後來我輾轉來到了科技業 這是一個瑞士老闆 這是前面的一個 對 這邊要在這邊 對 好 但是我剛剛想要 沒關係 紅色 燈是最前面那個呢 對 剛剛我按燈想要指的那個科技業的老闆 你幫他回去上一頁嗎 幫他回去上一頁 好 沒關係 這是一個瑞士人 然後剛剛今天有小朋友提到說 即將要去瑞士教化嗎 然後想推動一本書叫 Cuporment 比努力更關鍵的運氣創造法 就是在這樣子的跨產業交流的過程中 我聽到你想要去瑞士 或是你要記得寫訊息給我 有你即將要去瑞士 我就可以幫你在做更多的 resources integration 幫你做更多的一個交流 所以其實比努力更關鍵 我過去以前就是覺得 我低頭埋頭認真念書 但是這個叫做埋頭苦幹 可是有的時候你要抬頭 看看要搶幹 那這樣子一個過程中 從時而你要生根 有1萬個小時Outlier這本書 那也有Click moment 告訴你比你第一個 關鍵的運氣創造反則 希望帶給年輕人 是一個獨立思辨的能力 什麼時候你是要生根 就是一直埋頭下去研究它 但什麼時候你要有個跨產業交流 我也曾經參加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必須參加一起參加 我覺得我get lost 什麼都要學 但是什麼都想學 那什麼時候要focus 有發散又要熟練的一個過程 然後經歷了這一段 曾經get lost 然後到願意嘗試去生根它 然後那再記得要調整 所以以終為始 對著到底對不對 我覺得要有長期規劃 可是過程中不要害怕調整 我進consulting的時候 我也說我要做發任 但是我沒有做發任 那我進Morgan Savior的時候 我也覺得我要當分析師年薪三千萬 那我也沒有做分析師 可是每一次的調整 你要有清楚的理由 所以不斷的問自己why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好 那在這邊的時候是 以終為始 我一直知道我對教育有興趣 以前我都跟我的朋友說 四五十歲我要做教育平台 那這是一個大方向 所以經consulting對我而言 是我教育的一個教案 那我要累積最多的產業經驗 那那過程中我輾轉到了金融業 是因為ok 我覺得金融業 我想要生根去瞭解金融業跟科技業 我在金融業cover科技股票 我想要影響產業 但是在那個過程中發現 金融業寫產業報告 我沒辦法真正的影響台灣GDP 嘴巴說說股票漲跟跌有什麼影響呢 那後來我發現我要去背業績 才能夠真正知道業務在賣設備 在賣這個產生revenue 你是有真正的業績壓力 我想要get my hands dirty 所以來到了這邊這四年來 我後來賣了半導體跟太陽能的設備 然後真正的推動了到幾億的一個就是 賣進台積電也才會有商周的那篇報告 好那這個是跟大家分享在新加坡的一個半導體展覽 就是結束後我是唯一一個舉手問他問題的人 那沒有想到這位先生也是七十幾歲 走來跟我說young lady 我想說剛剛我有什麼問題你要這樣走過來 對 但是他就跟我說通常過去四年 他說每一次這個就是新加坡半導體展 他都被邀請來 他覺得就是一個商務艙來講講日月光 他是全球日月光的RD Director 他就是來講講話 然後商務艙然後吃個底太風 那當下我知道這個是金沙酒店樓下就有底太風 我就對著他說那我就去吃底太風吧 他就過來說通常啊過去這半 那每一年他的演講都是商務艙吃底太風就結束了 今年怎麼會遇到一個就是young lady來問他問題 然後那但是這樣子的一個認識之後呢 他對於我之後在整個半導體規劃上 所有的訊息他通通都無論是昂貴的報告 然後日月光裡面他到底要買幾條線 我們成了莫逆之交 那我家的業務跟我說市場怎麼怎麼樣 我跟他做個reference check 這位老先生現在跟我還有whatsapp 那人不管被到哪邊都會跟我做一些聯繫 那跟大家分享是 你一開始養成好習慣 就是在會議結束後第一個主持 他不知道會為你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當時他只是走過來跟我說young lady 我帶他去吃底太風 就是一個快樂交朋友的心情 可是會為你帶來什麼效果 你一定要去以太多的計算 好 最後其實是跟大家分享 be open minded 那這幾個例子就不太多講 最後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目標設定的實驗 然後以終為始有帶到 然後書本很重要 教朋友很重要 Mentor是朋友 出社會看的不是學歷 而是學習力 在這邊我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過去是台大衝動學成講師 後來是台大政大部分社這一塊 那我被朋友稱為你說你只教台大政大 我說不不不 我其實很熱愛教育 我希望是全台灣我都能夠去影響 但是一定要evaluate我的core 我現在只有一個人 然後到一個團隊 那這個過程中 我要stop from the core 那core來自於我從台大出發 台大顧問 然後顧問再影響到政大顧問社這一塊 那我在跟政大顧問合作這一段 非常非常開心 他們的model很特別 他們沒有局限在政大 對 他們是跨校性的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我跟政大顧問社 我們是接下來要推動各個學校 我們會有種子 大家一起合作 對 所以其實不是學歷而是學習力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認識到這麼多不同學校 然後願意走出來的孩子 然後覺得看到你們很開心 然後最後我覺得 剛剛Wendy提到感激 我經歷過這麼認真這麼努力 就是我要當初認真且努力的人 找到快樂與踏實 我覺得我很認真很努力來到香港 去到了Morgan Stanley 可是我一點都不快樂跟踏實 然後大家都在說的 下一波的薪水是多少 下一波的產業在哪裡 之後發現其實是感激 就是你謝謝 你每一天都謝謝幫助過你的人 成功只是之後會來的 但是你每天都活得快樂跟踏實 來自於感激 然後自己要找到方向 好 但是那個方向在哪裡 也要不斷地去穿 你有一個大方向 然後勇敢去嘗試 最後你就會找到你的快樂跟踏實 相手見 再次謝謝 謝謝 我現在真的很準時 謝謝 謝謝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